在題目裡面,應該是第三題裡面 3B裡面有end跟right,over,left 反正有這些條件,做出要的效果的話 該怎麼做? 因為它其實不只一個條件 它總共有幾個條件? 這個條件還蠻多,總共有三個條件 它希望能夠找出2010以後的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借購號的末碼 一定要是6668,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就是 書目編號前兩碼為23或24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出來? 一樣,我是希望說 因為上一次我們做其實有做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如果要做出那個結果的話 公式這麼陨長 而且一個地方都不能出錯 那真的其實說真的要一次就做對 還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我建議其實可以把它拆開來看 也就是說你今天其實可以分成 因為它有三個條件 理論上嚴格講起來 三個條件裡面 有一個條件還是兩個條件 所以總共應該是四個條件 四個條件裡面都要符合的話 把這個結果給底色把它換個顏色 它其實還要換一個特殊顏色 不過也許假設我們不一定要換那個顏色 我們換成黃色 假設底色換成黃色的話 那如果換個方式寫 如果不用之前的公式來做的話 那有沒有別的其他方法? 當然有了 接下來跟各位講 如果說我不用上一次的這個做法 那我沒有其他的方法 其實我們可以一樣用VBA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可以幫我把那個資料自動幫我顯示出來 而且相對起來 你不用寫在一行 擠在那裡 你是可以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慢慢再敘述 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請各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 圖書資料年份這個工作表一樣 再複製一個 我們就是為了保留舊的 我們把這個後面再複製一個 所以Ctrl鍵按住 然後拖拉放開 那這邊的話 就一個是 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新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上一次我們做的那個效果 其實是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新增規則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規則拿掉的話 記得要用清除規則 裡面的什麼 清除整張這個工作表的規則 或者你管理規則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呢 就會有這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 你編輯的話 就是上次我們寫的這個公式 那如果你要把它清除掉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把它刪除掉就好了 按確定 它這個格式就不見了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希望 做出這個效果來 這個效果的話特別注意 我希望按一下格式化 它可以幫我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這個程式你可以分好幾次寫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按一下它 它可以幫我把格式清掉 另外的話甚至可以設條件 去針對你想要找的資料 給一個什麼呢 給一個條件之後 它把你要的那個條件 底色把它換一下 讓你知道你要的資料在哪裡 把它顯示出來 首先的話 格式化 這個程式的話 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了 所以其實就是這三段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C-C 這邊C-V一下 我把它貼到底下 一樣是三個SAC 第一個的話是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格式化年份 比如2010的幫我mark起來 那不過你會發現 我把它執行的話 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按下格式化 你想奇怪 為什麼全部都格式化了 不對啊 其實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說呢 我們要格式化 第一個要其實就是做 三個條件的篩選 那其中有一個條件 比較特別一點 怎麼樣特別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個說明 就是書目的什麼呢 編號前兩碼 必須是二三或二四 那書目的前兩碼 這邊就叫前兩碼 那這個敘述的話 實際上 書目它是把它 它是把書目當成是文字 而不是數字 也就是說如果是數字的話 數字沒有再找什麼二三開頭 二四開頭的 一定是介於的 比如說你如果二三開頭的 那應該是 應該是二三 可能後面 假設它是八碼的話 那就是後面再加六個零 也就是要大於二三 六個零 小於什麼 二四 或二四開頭的 那就是什麼 小於應該二五吧 二五零零零 這個中間 不過這樣的表示 太複雜了 找不如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書目編號 不過這邊有個問題 剛剛出錯 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 這個裡面的資料 目前 全部都是放數字 那怎麼知道它放數字 有幾個方法 你按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裡面 它上方會有箭頭 你把它向下點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資料裡面 全部都放數字的話 那它就會顯示出 只有數字篩選 那你會發現 數字篩選裡面 有沒有開頭是 什麼的 沒有 它只有什麼 要不就是等於 要不就是大於 要不就是戒於 有沒有 那因為它是數字 所以沒有辦法什麼 開頭是二三二四的 所以 這一題來看 如果假設要符合 題目要的那個需求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什麼 你先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欄位 先改成 把數字 先改成文字之後 再來做處理 可能會比較簡單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文 這個地方 的資料 本來是數字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 轉換為文字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一般習慣是這樣 請你在旁邊 也許在哪裡 在那個J欄 把這個先搬到旁邊 請你在J欄 J2的地方 先點一下 J2 然後利用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的話 就是 可以幫我把什麼 把數字轉換成文字 的那個函數 OK 那這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點選那個 類別裡面 可以找到文字類 基本上 在文字類裡面 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專門幫我 把數字轉換成文字 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稍微 從上面搜尋也可以 或者是找一下 其中的話 有一個函數 叫做 TEXT 點擊 底下有說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底下就有說 它可以 將數字轉換成文字 OK 還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如果要把全部的資料 變成文字資料的話 那只要給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 它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它要格式化的文字 因為它裡面總共 我算過好像是八個吧 八碼 所以你後面的話 記得 你那個 FORMATE TEST 請你加上 先加兩個双尾號 一到中間 然後裡面的話 因為是八 所以請你輸入八個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零 OK 那你加八個零之後的話 它實際上 就幫我們做什麼事呢 把原來的數字資料 是有的 經過這個格式之後 變成文字資料 那文字資料 你會發現前後就有雙尾號 有沒有 OK 那特別特別注意 在ESEL裡面 數字跟文字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雖然我們眼睛看到是一樣 但實際上在ESEL 它會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錯很容易就是因為 形態錯誤 數字跟文字的差異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轉換了 那我怎麼知道說 它是轉換成文字的呢 請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說它是文字資料的話 一般如果在ESEL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對齊方式 通常文字會對齊左邊 可是如果是數字的話 會靠右對齊 所以你從那個對齊方式 大概也可以看出 它是文字還是數字 因為我經過TEST 雖然它是文字 然後向下填滿 點兩下 再來的話 很簡單 Ctrl C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複製之後 再貼回原來的地方 那怎麼貼回來 記得你按右鍵 不要直接Ctrl V 因為貼的話 它變成公式貼回來會出錯 請你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選擇什麼呢 只有值 哪一個是值 這裡 選擇性貼上 只有把值貼回來 就OK了 那貼回來之後的話 然後呢 比較大的改變 其實就是在哪裡 你會發現 它在儲存格的 左上角 會有一個 綠色的三角形出現 如果有綠色三角形的話 那表示這裡面 放的資料是文字 OK 這個可能要 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貼過來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原來 現在J欄給刪掉 然後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改變 剛剛有沒有 你點選那個篩選 的這個箭頭 剛剛是什麼 數字篩選 那因為呢 我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編號呢 把它改成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 就會出現文字篩選 那你如果做後續的動作 相對就比較不會出錯 然後呢 你會發現 如果文字篩選的話 那它其實就可以什麼 出現了 剛剛只有大於小於 跟介於有沒有 現在如果把它當文字來看的話 那它就可以有什麼 開始於有沒有 所以開始 有開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查出 如果 它開始是二三二四的話 那可以把資料調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做 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個 把這個圖書年份的部分 現在複製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 剛剛這個地方 J2的地方 輸入剛剛那個公式 公式的話 就是 利用那個TEST函數 然後給這個資料 後面的話 記得 加上雙引號 移到中間 你給 8個0 1 2 3 4 5 6 7 8 OK 因為剛好算過 剛好8嘛 按確定的話 再把它複製過來 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10 OK 試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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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